当外星人没有过多的能源之后,他们会怎么办呢?而这种高级的地外文明或许将会把恒星作为自己能量的来源,而这一发现则是科学家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而著名的天井物理学家丹,琥珀表示,很多存在于宇宙当中的文明,都会在平时存储一些食物来应急,对于灾难性的世界有一个全局的掌控能力,而外星人想要聚集更多的能量或许恒星将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宇宙的高速发展,不断的鼓掌将会让宇宙处于一种能量的紧缺状态,而地外的先进万民则会从其他的星系当中选择更多的恒星作为自己的能量来源,从而形成自己的恒星加元。 对于这一发现来说,对于人类或许将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事情,我们则是很难理解这种境地存在,而在未来的一千亿年里,宇宙当中的任何一个区域或许都将被立起来,就像在太平洋上的一个个孤岛一样,宇宙的其他地方将会很难得到相当多的资源,而这种隔离的背后推手或许就是爱能量, 而爱能量的存在,也会让宇宙处于一直膨胀的状态,那么外星人将会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得到自己需要的能量,而环绕周围的巨大结构体将会是最佳的方式,而宇宙膨胀的速度是十分快低,最终将会让外星无法到达监视区以外的恒星系统。 而外星人会在这种现象出现之前,通过使用太空飞船,把想要的恒星捕获,而每一个恒星当中拥有的能量将会被爱遵求吸收,最后所有的恒星将会聚集到外星人的特殊的恒星加决。 外星人将会怎样吸收恒星的能量呢? 由于人类的科学技术,无法和外星人相比,因此我们不能够想象出外星而明的动作。 科学家们推测在选择恒星的过程当中,那种体积不大不小的恒星将会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为什么体积较大的恒星并不是选择对象呢? 这是由于这些恒星的生长速度很快,需要在短的时间里把它们转移到恒星加决。 有些体积较大的恒星在没有到达恒星加决之前,或许就已经到了甩王的时间。 另外小体积的恒星不能够置放较大的能量,因此对于外星而明,也没有更大的利用价值。 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永远的离于宇宙当中,对于外星而明来说也是如此。 它不可能永远的存在,而收集恒星只是暂时的,因为恒星也终将有灭亡的那一天。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